现在我的血量应该达到了几千万甚至上亿了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三百万血量吗 还在持续回复 因为我吃了一千个抑郁果 已经成了不知道多少倍了 反正我看不见血的情况下都有三百万 我们接下来的日子里 不能嘎 咱们一嘎的血量就没了 我已经试过了 就嘎了以后它血量会清除 就抑郁果那部分都会清除 我们现在来地狱已经找到了墨影人 墨影人没有掉我们要的小黑 不是要的墨影珍珠 这个地形就是刷墨影人的 所以我们在这附近多找几只 还有就是烈焰人掉的烈焰粉 没有幸运方块的帮助 我们只能用最原始最朴素的方式 得到这两件基础道具 总不能说是 自己赶紧安个幸运方块 因为毕竟已经整盒包打开了 先录完再说吧 这边是已经没有了 我们绕到这边的下边看看 还有没有一只 有一只小黑 这什么玩意儿 这就是咱们之前我跟你们说 看见黑人 还记得咱们第二集还是第几集 挖矿的时候遇到的 他掉的是黑钥匙 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这小黑这个领地这么大 刷不了两只是什么不一样 哦 又看到两个 一个是黑人 一个是小黑 掉了吗 掉了吗 还是没掉啊 掉草 把它也干掉 这只有一只 看地图 地图上面 显示前方还有一只 打一下 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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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什么 黑猪 不 这是地狱猪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魔影珍珠卖掉 烈焰粉我记得我是有的 我看我有没有烈焰粉 我就直接搜个烈焰 没有 那就 墨影 墨影 然后把魔影珍珠先买出来 然后我们找一个堡垒就行了 地狱堡垒还是很好找的 你就看地图 哪里有那种 直上直下的那种 基本就是地狱堡垒了 我感觉这边就有 而且烈焰人也不一定非得在 堡垒里边 我一下还打不过你了 我还 恶魂之类拿上 这个东西一定有用 都不是说有可能 它是一定有用 这什么呀 啊 有原版幸运方块 哦 不叫幸运方块 哦 我上当了 我做了一个 这作者你是 你是真有病啊 你是 啊 你把真正的方块 给我搞成这个名字是吧 我赶紧自己试一下 天呐 真烦人呐 这个作者呀 拿黄金为一圈就行了 投掷器呢 我投掷器呢 估计投掷器我也没做 只有发射器 我只做了发射器 有人在打我啊 不要紧 咱先不理他 谁呀 哎呦太爷 滚 啊滚 掉了一个什么油魂珠啊 收藏起来 这个我们现在目前没什么用 看下能否做出真正的原版幸运方块啊 别玩了它能制作的 只有那个假的 然后野生的才能遇到真的 那太恶 太恶心了 啊 真的幸运方块是英文的方法 没事 只要有就行 那我们别在地狱里开呀 地狱里风水不好 而且为什么这个方块 只能64个64个的买 哎呦 不简单啊 不受模组的这个限制 好家伙 有点东西 很个性 那我们就回家吧 别在这开了 或者说回家前再看一眼 如果有墨地 哎 好像找到了 那有恋爱人的话 幸运方块都不用开了 哎 我已经看到了啊 咬在一遍里面的怪物 哈喽啊 呀 你真厉害 你竟然敢打我 你是第一个地狱里敢打我的 你真厉害你 哦 掉恋爱妈了 不用开了 兄弟们 哈哈哈哈 直接卖掉啊 幸运方块说 我刚出场 就下班了 好咱们回家 可以做墨影之眼 去挑战 第一个boss 也就是最原始的 1.165的一个 叫什么来着 墨影龙 不知道作者 有没有加入那种 让墨影龙变强的mode 或者还是那么几百滴血 那就非常简单了 最终之剑一下就带动 变成烈焰粉 然后烈焰粉 卖进去 搜一下 太多了 我们做一千个就行了 好 墨影之眼有了 自己造的门 我们飞进去 就可以去往墨地啦 在这盖个门 哎 我门好像在这 哎呀 穿墙了 全是食物 哎呦 又穿一层 哎 算了算了 这不重要啊 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个赞 关注一下叶峰这个小作者 不然下次刷不当了 我真服了 哈哈哈哈 哈哈 了开iki 啊